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LinzShare编程与实践 今天我们学习 系统维护 系统维护功能中常有将被剖析的第2个第2个案例 使用脚本 如何监控网站的核心服务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如何如何监控一个 网站的一个服务 需要监控哪些内容 第一个内容是首先监控web服务器的状态 因为我们这个网站 一般运行的是web服务 在运行过程中可能如果说由于突发的故障 导致这个服务 服务器停机 这是我们 必须有一种通知机制 让这个我们能够管理员啊 能够及时得到这个服务器的工作状态 是正常的运行 还是说已经荡掉了 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这个服务器荡掉了 那么 这个通过这个 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这个这个监控的这个手段 然后得到这个服务器的这个状态 然后把这个服务器的这个状态 当机的信息 发送到我们的这个 通过邮件或者是短信 发送到我们的手机上 让我们那个管理员就及时的这个了解这个这个状态 方便我们下一步的如何如何这个 维护这个服务器 好 第二个是监控数据库的服务器的工作状态 和这个监控web服务器状态差不多 这个数据库服务器也是我们经常 需要 关注的一个 一个点 这个 重要性 重要性也非常是非常重要的 好 第三个就是监控网络的工作状态 比如说我们的网站 我们可能不 可能不是在一个机房 可能是在多个机房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监控啊 了解各个机房 它之间的网络状态 比如说的聘质 这多少毫秒 啊 层不层在这个丢包的情况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有时候这个 RDC机房啊 RDC数据中心啊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 有时候会出现这个 一定的故障 这个故障 比如说 这个这个这个机房 突然间 流量非常大 啊 用户防御得非常慢 非常缓慢 这时候就是属于 非正常状态 通过我们的监控 监控手段 我们这个这个 机房的这个网络的监控 监控手段 我们能够及时获取到这个 到某一个RDC机房 它的 它的网络 状态是什么情况的 好 第四个 第四个就是监控服务器的 资源使用状态 比如说监控服务器的这个 CPU使用资源 内存使用资源 还有硬盘使用资源 比如说 超过这个 那个 CPU使用率超过 70% 我们就要报警 内存 如果超过 超过 超过这个 内存 如果要耗尽 比如说交换内存已经开始使用了 说明我们内存资源已经不足了 还有这个负载 比如说 LOD average 这个值 如果大于3了 说明这服务器也是比较忙 对不对 这是我们需要得到这个 服务器状态 我们 我们的管理员不可能每时每刻都盯着服务器来看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通过一个监控服务器 然后定期的扫描 我们需要监控的这个服务器 监控他们的状态 好 第五个就是监控其他需要关注的服务状态 比如说 我们监控一个特殊的应用 这个应用 不是web服务 不是web服务 也不是输入服务 它只是我们程序员 或者是我们 我们系统管理员 所要完成的一个一个 所要做的一个工作 它只是实现一个业务 业务需求 但是这个业务需求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也需要我们的监控 当然了 这种业务状态 这种业务的监控主要是 是 是以这种 TTP 方式 或者UDP方式 它启动一个服务 我们通过这种服务 通过这个端口的状态监控 我们来监控这个服务的运行情况 这个网站服务器的监控内容 主要有这么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通知和报警机制 这个常用的这个通知和报警机制有 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是邮件报警 邮件报警是顾名思义 就是以邮件方式来通知管理员 或通知这个系统管理员 第二种方式以短信报警 就是以这个这个短消息的形式 将我这个服务器的这个这个状态 发送到这个我相关的这个管理员手机上面 这个方式是比较比较及时的 邮件相对于邮件来说 这种短信息这个发送 要比这邮件要更及时 好 第三种就是页面的状态报警 就是我通过一个监控系统 我输入什么SGDP 什么什么监控这个地址 我能得到这个服务器的所有状态 这也是一种监控方式 但是这种监控方式 也必须登到网页上 才能看到 是不是 他不能 他不能说 我这个如果服务当地的话 我自动就发点信或者是发邮件 是不是 这种情况下 说这种方式 这种业面状态的这种报警 对这个 实时性 实时性满路不是很好 我建议大家是 首先是采用这个短信 首先是采用短信报警 或者采用 邮件报警 这两种程式 或者这两种 相结合 我一般是采用的是 短信 短信的方式报警 因为这个是 交易是最高的 实时性也是最好的 好 我们看下面 然后呢下面讲一下这个监控任务的部署 我主要是 对这个在几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 两项任务 三项任务 四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 监控网络的工作状态 这个网络的工作状态就是说 主要是监控网络 它的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近期 获取监控服务器 到被监控服务器之间的这个 平均响应时间 以及它的丢播率 如果说这两个指标 超过我们设置的罚值 它就会触发报警机制 和触发报警机制 好 我们看下这个脚本设计测试的话 我们看下脚本 用个服务器 好 用个服务器 好 看一下这个 这个soward list 看一下这个soward list 这个soward list的文件呢 主要是定义了这个我们要监控的一些 服务器 以及 服务器的这个监控方法 比如说 在这里 它这个文明文件 首先它是文明文件 比如说对这个设备监控 我们采用ping的方式 我们先看ping 这个设备监控 首先 我们使用的是ping的方式 这里面是定义的这个 机房的这个描述 机房描述或者是机器描述都可以 这是光环机房 这是电信通机房 这是移动机房 或者这是吸单机房 这有这么多的监控点 不这么多监控点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第二列表示这个监控这个监控点的这个 IP地址 第三列表示这个 你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对它的监控 这里我们采用是ping监控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内容 ping.sh 我要ping.sh 好 主要是对 RTC的网络监控 网络的可用性监控 然后呢 打开这个文件 对不对 然后 打开这个文件 排除 以警号或者是以刀的符号 为开始的这些行 进入一个循环 然后呢首先获取到 这三 这三列的内容 对不对 手机描述 IP地址 你服务 对不对 定一个临时文件 这临时文件 推放这个 这个ping的结果 好 判断结果 判断这个服务器的这个服务 是不是ping 如果是ping的话 我们才用这种 再往下做 如果是ping的话 好往下做 好 输出 我当前运行的这个 当前监控的这个 IP地址 定一段时间 好 然后ping ping服务器 这句话是核心的这个监控 监控这个命令 ping的服务器 ping几个包 ping五 ping五个包 ping五个包 然后呢 也就是五秒钟 完成这样一个ping任务 把这个结果呢 输出到这个临时文件里面去 然后呢输出临时文件里面去 这有一个 有一个 好 是文件输出 输出到文件里面去了 然后呢我们从这文件里面 获取到这个 响应时间 还有一个对报率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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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需要 关注的 一个是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的长短 我们可以来 做一个罚值 是不是啊 比如说超过50毫秒 那么我们认为它是 网络反 网络时间比较长 这时候要做一个报警 啊 还有丢包率 如果存在丢包率 那么我 我们 我们拼五个包嘛 所以说这个丢包率应该很很小的 如果这五个包都有丢包率 那么说明的肯定是网络不太好 对不对 啊 好 好 如果说 当然我们这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 你拼的这个目标服务器 如果不存在的话 比如说网络给你们有这个地址 那么他的 他的这个 响应时间是很大的 对不对 响应时间很大的 但是我们这个ping的话 我们看不到这个响应时间 看不到这个响应时间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 如果这个 如果说你这个服务器不存在的话 网络不可达的话 那我们将这个 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ping的等待之后 我们将这个 响应时间 给它设置成非常大的一个值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59 好 还有一个比较 比较细节 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细节 就是说 我的响应时间 因为我是以50毫秒做判断的 对不对 响应时间一般都是以小数 就是伏点形 所以这时候我要把这个 呃 伏点形 要对这个 伏点形 以这个50毫秒做一个比较 如果说大于50毫秒的话 我这个 1的处 就设成1 对不对 这个命令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值 如果这个值 响应时间的值 大于50毫秒 通过这个 伏点形运算 伏点形的运算 然后呢 就让这个1的处 式成为1 如果是小于50毫秒的话 这个1的处成0 这个这个地方需要了解一下 好 然后呢 下面 判断 判断这个是不是大 是不是大于50 如果大于50 如果等于 这个值或是1的话 满足 或者是 对报率 不等于0的话 一个是 这个 这个TEST 这个 这个 获得运算的意思 就是说 我如果对报率 大于 如果对报率 那个 不为0 或者是 这个响应时间 大于50毫秒 那么我认为 网络 状态不是很好 我这时候 要触发一个报警机制 Body 是我的内容 就是通知的内容 显示时间大于50毫秒 或者是 屏在 对报率 好 EcoBody 这是我的输出内容 这个内容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信息 发到手机上去 或者是发到余键里面去 这个地方是核心内容 好 我如何发送到这个信息 通过这样 因为现在有很多运营商 使用这种短期接口的服务 比如说这个网站 它进入短期接口的服务 只需要你输入你的用户名 就是你买这个服务的用户名 还有密码 还有你的手机号 填上你的手机号 以及内容 这就是我们要发送的通知的内容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我们调一下接口 把这个接口内容 输出到日志里面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调那个接口 将把这个信息 发到我们手机上的一个方式 好 如果说你这个网络 网络装得非常好的话 那么我们输出 它这个网络 服务是正式正常的 然后呢 我们对每个 每个这个要监控的点 做完之后 监控 聘完之后 要用这个文件 制空 因为这个循环嘛 好 好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 网络地址监控 就讲完了 我大家运行一下看一下 好不好 好 拼 再来吃 好 这都是 比如说 详细时间 是这么长 然后 对报率是零 好 我说 最后得出整个是 光滑 idc 正常 这个地方也是 正常 然后这个地方 也是正常 对不对 在响应时间 如果超过5是毫米的话 那这个地方 肯定是不正常 对不对 或者如果这个地方 如果是 对报率如果是不为零的话 那它也是不正常的 好 最下面那个地方 看一看 最下面这个 响应时间 是不是没有啊 因为它这个 这个地底部就不存在 所以说响应时间非常大 对报率百分之百 是不是 好 这两个成员买了任何其中一个 就可以了 然后调用短信接口 最后得出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50毫米 或者是存在这个地底部 对不对 这是 然后下面 就调用短信接口了 发动这个短信 好 这就是那个对这个 网络 对网络状态的监控 整个方法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对 对web服务器的工作状态监控 好 网络那个网络状态监控的方法 和差不多 在这地方 对web服务器监控的话 主要是提供 那个 对用的URLT值就可以了 好 首先讲一下思路 对于这个web服务器的运行 运行状态监控呢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定期获取被接控服务器 提供的URL地址 如果URL内容可以正常返回 代表是服务正常 如果说这个 你这个URL 我 我会议的URL内容 是不正常的 是403或者404 或者是Google不存在 或者是我解析了半天不存在 这时候 他会要出发报警的 所以说你提供这个URL内容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提供出这个内容URL 是一个正常的 能够有反复结果的这个URL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设计的测试 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内容 看服务器 还是看一看 这个 所有的列子是一个统一的文件 就是所有的服务器 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刚才说了 这是一个对 设备的监控 等于ping 下面我们讲一下这个 对外部服务的监控 好 监控的URL地址 首先第一列 第二列 是这个监控服务器的地址 IP地址 第三列就是监控的服务 是外部服务 对不对 是外部服务 这三列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外部服务监控 这个外部服务 RDC外部服务器的可用性监控 好 对不对 还是这三列 第一列 描述 第三列 IP地址 第三列 服务内型 也定义一个离职文件 判断 下面判断 监控的服务内型 是不是外部 如果是外部服务的话 我们采用外部方式的监控 好 if如果是满足 判断 我输出这个例子 然后将这个 URL内容 重新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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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定义当前时间 定义当前时间 然后呢 通过WGET命令 这种技术化 比较重要 最重要的是 DUGET 刚刚tomout 等于5 刚刚try的3 刚刚spy的 这三个探索需要了解一下 刚tomout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获取这个URL链接 如果说在5秒 在5秒钟之内 还没有获取完的话 就是说响应时间 如果在5秒之内 还没有响应的话 这说明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说明是这个服务器 比如说他非常繁忙 这样是 这样的就是说 这服务 这服务器 一直在尝试 尝试 一直在等待时间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时间 是5秒 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个 很快就会得到这个响应 是不是 好 这个try 刚刚try等于3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第一次 如果访问不到这个URL地址的话 那么尝试 第二次进行尝试 第二次如果还访问不到的话 进行第三次尝试 总共尝试次数据 尝试 好 然后刚刚spider呢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 以这种支柱方式进行 获取这个内容 获取这个数据内容 URL内容 但是我不晓得是本地 不晓得是本地 这个方式 主要是用于URL地址的探测 最后呢就是这个 我们需要监控的URL地址 比如说这条命运执行成功的话 运执行成功的话 那么这个运执结果是零 对不对 好 如果是零的话 那么 如果是 如果是正 运执行成功的话是零 运执结果是零 如果运执结果不成功的话 N1E就是不等于零 对不对 如果是不等于零的话 那这个地方 表示的是 这个服务器是有异常的 我们需要将这个异常信息 发送到这个手机上去 好 定义的这个body 就是表示的内容 这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的这个服务 存在 存在故障 需要检查 当下时间是什么时间呢 就这个时间 对不对 这个比较详细的 好 再给我们输出这个内容就行了 下面呢 就是调用这个转运接口的发送这个 发送这个这串内容 发送这个body 对不对 这个body 我把这个地方给注释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 这个地方需要 需要输入是真正的用户密码 这里面我没有 这个我写上了一个 写上了一个 一个单跑 一个例子 这地方大家如果 用它的服务的话 将这个你的用户密码 输进你就可以了 好 如果说 如果这URR地址 探测比较正常 那么你输出这个 这个服务正常就OK了 好 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SHS 外围的SHS 看一下 好看一下这个 对这个服务器的地址 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址 它外部服务监控 最后得出的结果 决定是 这个服务正常 对不对 然后 然后这个地址的 R6 探测地址是 是这个 808年 后面 808年 OETC这个地址 这地址是不存在的 首先 这个地址是不存在的 这个服务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 这地方会发生报警 会发生报警 报警内容是这样的 对不对 R7也是一样的 R7这个服务也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这地方 也会发生报警 只有R5的服务是正常的 只有R5的服务是正常的 所以说R5的服务是 Normal 是正常 行 这个地方就讲这里 下面讲一下这个 这个数据库的监控 数据库服务器的状态 状态监控 专务数据库服务器怎么监控呢 它的思路是这样的 定期获取被监控服务器的状态 如果状态信息可以 如果状态信息正常 那么 表示这个服务正常 表示数据库的服务正常 如果状态信息不正常 那么就要处罚这个 转型报警机制 好 然后我们看下这个脚本 看这个脚本 还可以看这个 一个空间 所有的意思 对不对 看下这个空间 刚才说外国 对不对 现在db 就是数据库的监控 也是三列 第一列是描述 第二列 第二列是服务器rp地址 第三列是服务类型 这三列 好 我们看一下脚本 几次数据库 几次数据库很用性 获取这三列内容 定义一个离时文件 对不对 好 如果说检测的这个服务类型是MySQL服务 那么这个反复就是零 和下面内容 输出这样一段话 这个地址的这个服务 然后呢 所有detail url 这个地址 就是这个对方的描述 服务的描述 就用这个内容来替换 然后呢 定义现在的 定义当天的时间 定义当天的时间 然后下面是监控的这个方法 然后呢下面是监控的这个方法 通过这个马斯的客户端 对不对 马斯的客户端 输入-u 主机户名 高密码 对不对 然后连接 一个IP地址 执行上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 再来把1加1 我们都知道是2 对不对 在正常情况下是2 对不对 但如果服务器不正常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 就不会 不会出来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命令 来探测服务器 是不是正常 好 如果服务器不正常 不等于呢 反过去后不等于连 那么好 这数据户服务器有问题了 我们要 将这个内容 以短信的形式 发送到管理员的手机里面去 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把它收拾掉了 你可以打开就可以了 如果正常的话 那么你输出这个服务 这个ad地址 这个服务 是正常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演示一下这个脚本 sheb.sh 好 这个 IP地址的这个服务 这个提示警告你没关系 这地方没关系 然后呢 1加1等于2 对不对 好 如果说 表示决定是 这个地址的 MySQL服务 是正常的 好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址 也要经过这个地址 MySQL服务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面 其实是Count Connect 就是不能连接到这个服务器 是不是 那么这个不能连接到这个服务器什么意思 这个服务器 可能是有问题了 对不对 好 好我们也要把这个信息打印出去 发送出去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地方讲的就是数据库的监控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个监控方式 这个服务监控什么呢 监控特定服务器的端控 就是监控特定服务 端口的工作状态 看一下啊 什么叫特定服务啊 什么叫特定服务 特定服务就是我们 就是非 我们 正 非我们这个 经常使用的服务 不是阿爸企 也不是数据库 也不是 也不是 马费口 对不对 它是一个非常 它是一个非常 是我们自己定的一个 这样一个服务 这样的服务 我们怎么监控 啊 它的输入是这样的 就是定期获取 被监控服务器 特定的端口状态 如果是端口正常 那么表示我们认为是 表示服务正常 如果是端口 它已经关闭了 Gibby就获取不了 Gibby就探测不到 这个端口的这个 通过 那个可用 那么这个 肯定是服务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就 就将这个 就需要将这个 信息啊 以这个发送 以这个报警行事 来发送 发送出去 好 然后呢这个监控服务器的特定服务 这个端口呢我们是这么监控的 有一个方法是这样的 又采用这个inmap inmap是一个特殊的一个 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工具 它能够监控这个 这个端口的进行扫描 功能比较强大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专门看一下这个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 这里我们我们只用主要用它这个监控 我们这个监控我们的目标服务器的一个某些端口是不是开放的 下面这里面有两个案例大家看一下 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是 监控这个 比如说监控搜狐在com的这个 80服务 他TCP服务 刚大T表示TCP 可是搜狐在com 他们的服务器的80代后是不是开放的 如果是开放的话 看一看它的标识什么样的 比如说开放如果开放的话 它在这里面会显示 80-TCP open open的话就表示的是这个服务 打开的 这就表示正常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 这样一个 也是监控搜狐 搜狐的这个 TCP服务 这个端口就变了 3306 我们看这个 这个数据库服务是不是开放的 通过我们观察了 发现了这样一个一个信息提示 3306TCP 然后 Filted Filted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从监控服务器到达搜狐点看目的服务器之前呢 有一个有一个防火箱把这个东西给过滤掉了 我们没法再进行往服务器里面进行探测了 这状态是未知的 这状态是未知的 它有可能搜狐点看目 它的内部服务器真是开放了 这个服务 但是呢我通过我们这个外网 来探测的话 它是有防火箱被挡掉了 当然说 这个防火箱被挡掉了 不一定表示这个 表示这个服务是当机的 但是呢 但是我们 如果说我们的内网已经探测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用防火箱的话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状态的话 那这有可能 服务是不可用的 这种情况下也需要 将这个信息 发送出去 来进行一个暴解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脚本吧 下一个 看脚本 Solver List 好 Solver List的话是 这里面经验的 对于这个端口的监控呢 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也是三列 第一列是 描述 描述 当然这个描述的话 我们可以这里面经验的是那个 端口的 特定的端口 比如说 8.0端口 3.0端口 9000端口 1723端口 对不对 然后第二列表示服务的 RT地址 第三列表示这个服务的监控方法 比如它是POD POD表示这个端口的方式监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监控的条件 好 还有同样的 打开这个文件 对不对 将这前三列内容 单独的指出来 刚才说了 DES 对不对 DES表示 描述 然后 下一个比如RT地址 第三列表示服务类型 啊 中央一个离生文件 对不对 好 判断 如果服务类型 是端口 的话 等于POD的话 好 满足端口监控 满足端口监控的这个手段 那么下面往下进行 好 将这个端口 重新定义 然后呢 输出这样一个信息 对不对 好 重新定义这个时间 然后呢 通过TOD 刚才说一下 这个地方强调一下 AMAP这个 进行这个端口监控的话 你用普通用户是不能 是 是没有学现执行的 所以说你要需要用RT的方式来运行 当然了我们这个实现 目前这个监控是采用的是这个普通用户 来监控 但是需要 这时候我如果 如果是运行入层命令的话 那么我需要用 SUDO的方式来运行 SUDO的方式运行 好 这个 参数大家要了解一下 一声了 就是TEDN的端口 TEDN的RP地址 进行TDP的方式的监控 然后目标 的端口是MP 指定端口 指定端口 好 将这个结果输出了这个临时文件里面去 然后呢 获取这个 这个端口的状态 通过这个临时文件 获取到这个端口的状态 好 然后输出这个端口 如果这个端口的状态 不等于OPEN的话 它有三个方式 一种是OPEN状态 第一种是FILT的状态 FILTED的 还有一种是CLOSED的状态 如果说这个端口状态不等于OPEN的话 我们就认为 这个服务 这个特征的服务 是存在的 是存在有问题的 我们需要将这个信息得到 或者 将以这个 将以短特期的方式 发送到 我们管理员手机上去 好 如果说这个服务 是OPEN的 状态是OPEN的 好 我们输出 这个 这个地址的 这个端口的这个服务 是正常的 就可以了 好吧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好 看一下 对这个地址的80端口 80这个端口 它状态是正常的 OPEN 那么我们输出 给NOMAL 对不对 如果它是OPEN 那你也收入三种NOMAL 对不对 好 如果说这个 这个地址的这个9000端口 如果是closed的状态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它是非正常的 好 要以短信的方式来发送出去 给通知管理员 好 下面这个 内容也是一样的 这三种状态 一次OPEN 一种closed 还有一种是silted 这三种状态 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 各是什么意思 好 今天这个监控任务 就讲完了 对不对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说 对于这个特定服务区的这个 这个服务区的这个资源监控 这地方 可能我们这个脚本也没涉及 这个地方 也可以 其实我通过我们的脚本也是可以监控的 只不过我们监控的方式的可能是要 要重新 写 对这种对这种这个 服务区资源 的监控 需要重新 定义方法 啊 这地方可以大家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客户的作业 来 来好像研究一下这地方怎么写 这地方我做一个作业 这地方作为作业 来布置下去 大家在 在客厦的时候 再看一下 好 然后我们看下今天客户作业 一个是作业是 如果 让你监控一个网站的服务 你要从哪些方面进行监控啊 对不对 网站的服务 网站服务区有很多台 对不对 有 少的一台 多的几十台 或者上百台 或者几百台 你要从 什么样 你自己做一个 做一个方案 如何做一个监控 如何做一个全资资源的监控 好吧 第二个是 掌握对外博 数据库 网络 特殊关口服务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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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内容 你如何进行监控 你怎么你怎么监控这些内容 刚才我们的教本里面写了 就是 你可以大家可以参考 或者是如果你更好的方式来监控监控的话 也是可以的 监控的手段 不止一种 好 第三个是如果一个服务 没有开放端口 就是一个服务 他没有 他不是以这个端口方式 不是以这个 服务 不是以这个 以TCP或者UTP的方式来开放的话 他只是一个 后台运行的进程 我们如何监控 我们如何监控 你有哪些方法 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来后面 在客户 需要认真地思考一下 啊 好 那个 今天的内容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这里面 我们下转了 一个 一个 机re 我们下转了 更好 我们下转了